各位好,我们来看99页的马上练习4 好,那这一题呢,它是A是斜向抛射,B是钳子上抛 然后A和B在空中相撞 好,那要求A点的出速率,还有在几秒时候相撞 以及相撞的D点离D高度是多少 还有相撞死A的速率,相撞死B的速率 那这些文字其实就已经画在这边了 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可能要做过这一题才会知道 那就是A和B牵直方向一开始的位置 Y的位置,Y轴的位置一开始是一样高 对不对,然后重力加速度 重力加速度A和B它的加速度都是重力加速度 所以意思就是说 A和B的出发点,它的高度,它的高度 这条红色的线 A和B的高度,出发点高度一样 然后它在某个高度相撞 那可是加速度又一样 那就代表一件事 那就是A和B它一定是一起上升 再说一次 就是A和B的起点高度一样 然后重力加速度,它们的加速度又一样 对不对 所以既然起点一样 那加速度也一样 那它要在某个地方相撞的话 它们一定是一起这样上升的 一起这样上升的 就是A在这边的时候,B就在这边 那A在这边的时候,B在这边 那A在上面的时候,B又在上面 最后就相撞 那为什么不是一开始就相撞 因为一开始有距离啊 然后它是经过一段时间才往右移动 A才往右移动去撞到B 可是在Y方向上 在千值的方向上 A和B的高度一直都是一样的 A和B的高度一直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这一体的关键 所以关键就是 A和B的是一起上升的 然后它们的千值方向的速度 应该是要一样的 好那换白色好了 这个蓝色不太清楚 好所以呢 也就是说 VBY出 就会等于VAY出 出就是出速的意思 那B本身 B本身就只有上上的速度 所以 VBY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40 那所以VAY A的出速度的千值分量 其实就是40 所以 A往上的这个出速度 其实就是40 这样子 这样子 好所以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透过三角关系 去找出A的出速率了 所以呢 第一小题 A的出速率是 像斜上 然后斜上53度 50 我们现在知道 它的千值分量 是40 40 40 6 所以透过三角关系 我们就可以确定说 这个斜边就是50 所以A的出速率就是50 那在发射后几秒相撞呢 这个就会用到 就会用到A的 A出速的水平分量 那底下这里是多少 如果斜边是50 夹角53度 底下这里是30 所以VA X 就会等于30 那水平方向的这个 速度是等速运动 因为 水平方向没有重力 那所以 水平方向的位移 这接下来就是第二小题了 第二小题 水平方向的位移 要相撞水平方向要走60公尺 可是这也同时 可是这也同时就是 VAX乘上它经过的时间 所以 VAX是30 所以最后你就会得到 时间T 或是2秒 因为30 因为30乘上2秒就走60 所以 换个颜色 所以 第二小题是2秒 那相撞点离地的高度呢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 Y方向的出速了 又知道 又知道时间 又知道 又知道重力加速度 然后 时间是2秒 重力加速度是10 那 要求它的高度 也就是求Y方向的位移 就带等加速运动公式 那 为什么是减 是因为 我们是向上丢 要以向上为正 或是 写过来一点 要顺便把它写清楚 好 那我们把数字带入 好 下午 我有人把数字带入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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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2秒平方 所以这样算出来 80减掉20 答案这里是60 所以这个第二小题第二个 60 那最后呢 最后相撞的话 A点的速率是多少 B点的速率是多少 B点的速率比较简单 因为B就只是单纯的向上 所以后来的VB B就会等于VBY0加AT 加GT 只是要注意方向 VBY040 然后加上-10 时间呢2秒 所以在相撞的时候 B的速率是20 那A的速率 Y方向 A的速率 20也等于 20也等于A的Y方向的速率 因为我们一开始有提到 A和B 出发点一样高 重力加速度又一样 它要相撞 它一定是一起这样子上升了 一起一起上升 所以B点速度20的时候 这个20也相当于是A点Y方向的速度 那A点还有水平方向速度啊 水平方向等速运动嘛 所以水平方向的速度就是多少 就是30啊 所以A和A的话 它的速率最后就是 它的Y分量和水平分量 平方向加开更好 平方向加开更好 这就是这一题 那它的重点就是在一开始这句话 A和B 出发点一样高 加速度又都是10 那它们就是一起上升 A在这个高度 B就在这个旁边 一样高的位置 A在这个高度 B也在一样高的位置 那这样子一起上升 直到相撞 好谢谢